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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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我领着 扳手指示 去出行轩 拜见恩师 在这次会见当中 恩师做了 很长时间的开始 一个出家人 能够 言辞戒律 精进半道 顶重修行 弘扬福法 就能起到 维护社会安定 净化人心 提升道德的 政治作用 同时 也能在国际上 树立 良好的 宗教形象 一位朴实敦厚的老者 竟有如此广博 深厚的胸怀 他想着民族崛起 文化复兴 他想着佛教 微存 何以为继 他没有孩子 却把天下万千年轻 却把天下万千年轻僧人 当成自己的孩子 他细心教育 轻力培养 古西之年 仍首边讲义 亲自授课 他主持着中国佛学院的工作 也不忘庐山东林寺的教学 一句佛号 聚舍物秀良门之药 聚物则信在持着 聚修 则正在持着 信节修正 聚舍大小乘 一切诸景之药 《东宁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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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宁大佛的建设 是亲主做本事的心血 它会及时地给我们一些 极具远见的指导 当大佛建成之后 2018年的 纳粤厚法 亲自过来参加 洒进开光边灵 欣喜地捉了 西江月池 头两句就是 失事 难年绝后 绝功 可谓空前 就是建大佛的事情 不敢说未来也会有 但这个建大佛的功德 却是空前 恩师深知在这个末法的时机 建造大佛 普度众生的深广的宗教价值 三界的孟子 需要大慈悔佛弥陀的护养 所以他为东宁大佛的建成 常常给予高度的评价 今日的东宁市的新盛发展 全都是凝聚着 恩师的慈悲的价值 张老曾在中国佛学院 教授过戒律学 他把世间的经历 化成人生的体验 独自安住 恩师 在江西城山肯治城 劳动了八年 在那八年当中 我们很难想象 他是怎么过来的 在食堂里面 所有的菜都是荤菜 红烧肉等等 结果一般的菜 也是猪油炒 它是不吃的 放在一边 每天是半桌 白开水来吃饭 保持着一个 虽然穿的是俗服 大家称它叫吕师服 但它内心 还是保持着一种 比丘的情怀 和戒 改革开放以来 张老于南北丛林戒场 旅任施政 广传戒法 繁树石坛 戒子数万众 为了方便 后学学界 持界 他广批绿点 调分履息 编著四分戒本 数亿 恩师为 结后余生的 中国佛教 这传承 做了一个难得 稀有的活种 那这份情怀 是底力做他一生的 修行 张老毕生以净土为归 他曾在诗中写道 任他天翻于地覆 愿将一息 众一连 1975年 他来到荒无人烟的云居山山印 打毛棚修行 朝夕念佛 如此三年 你想想 在我们整个中国大地都在搞运动的时候 有一个方外之人 在寄进了山里 精进的念佛 那可是人中分佃的花 不是水中生年 乃是火中生年 对于宇宙的 ig 又是火中生年 存在于土耳居山 以为土耳居山印 有很厉害的 有什么厉害的 本乘都不在一起 是火中生年 在死那时 都不在意 是火中生年 是火中生年 。 然后不在意 瘾 大地 是火中生年 与人 达 无人平时事物 多么繁忙 张老始终日有定刻 绵密用功 满年更谢绝誓愿 专心修持 终得敬业功成 自在往生 一句阿弥陀佛 要能明白 我也有阿弥陀佛 有救人 对 救人 救人 是 我让他也能 对 我也有一些念法 你能明白 我能明白 你能明白 我能明白 你明白 我能明白 我可以明白 你明白 在历史的长河中 他只是短短一顺 但对于我们而言 他承载着长老厚重的一生 点点滴滴 都值得后人反复追思 他常如星河 万古永明 在轮回的暗夜里 有着催人觉醒的光辉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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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开谣也是让我们一份惊喜 给我们留下的真是七色的 七种颜色的光 金银透亮的色粒子有四百多粒 天拨鸟 赤地金沙剑银照 西方净土亮亮 放愿往生里祝福 天拨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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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生间有心所作 断眼花见佛陀 西方净土无量了 不让流程里无重 芳生间有心所作 断眼花见佛陀 芳生间有心所作 断眼花见佛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